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中间的一个 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行情的这个运行的状况 就是第一波行情的运行状况 那这两个状况 就是这个行情在中间走出的这个行情 最终形成了一个反转的一个格局 就是往下走的一个格局 单边的下行走势还是走的比较强的 这是欧元的这个下行的这个运行的这个位置 就是从上方高点开始一路往下走 上方高点开始一路往下走 上方高点大约是在1.22 下方低点是1.2150 那中间这个行情开始变得加速起来 这波行情就是欧元目前的状况的开始加速起来 比以前运行的要快 那下方的低点 我觉得这个行情下方的低点 1.2的这些位置 可能还会推演这些行情继续往下走的这个运行的状况 还会继续往下这个往下去移动这个图形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行情在这儿的会看到有几个重要的区域 这个5618的这个区域 我们在研究行情的时候通过这些数理去研究 当然还有更为先进的方法 就是真的在交易当中还有些人工智能的方法 不是量化 注意我们各位同学真正在交易当中的 所谓的量化程序 它不是人工智能 它会有一种自学习的能力 能够通过 行情策略结果 通过结果和行情的匹配之间的去不断的去修正和提高 它原有策略的运行状况 确实是有一些 这些美国的这些高手们 他们在去进行人工智能的学习的时候 走到了一些前边 可但是啊就是 我们知道说人工智能或者说这种量化交易已经由来已久了 它并不能够代替所有的交易 只是说 那我们可以假设这种环境 就是说所有的人都用人工智能学习的话 那应该所有的人都去赚钱 谁是这个市场当中的亏损者呢 或者说所有的人都去用一个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做的时候 都去匹配的话 那应该是都是赢利亏损者 市场当中注定有人 他会在这个市场当中会亏损 就像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市场一样 90%是亏损的 10%是盈利的 我们只需要去跑赢的那些亏损的人 就可以达到一个盈利的状况 这是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诉求不是说站在世界的顶端去研究金融交易 达到世界顶端 不是 跑赢那些亏损的人就可以 怎么跑赢的 我们在交易当中很多一些错误的方法不去做 或者说一些正确的思路去执行的话就会 我们今天有好几位就是 昨天听过课的同学 就是在周五的时候 在周六的时候听过我们的课程的许科 然后苏先生这些同学 参加了我们周六的这些课程 今天又重新来听课程 那今天的这单你们做到了吗 这是昨天我们去谈到的一个交易单 那这单你做到了吗 真正要中间的话是要把这个单要做到 所以我们有些同学可能没学过交易系统 那可能就不能够不一定能够做到 但是学过交易系统的这些同学 我们在周六的时候是提及过的 那今天我们在策略上还是逢高去看空 看空 逢高去看空他的 依然是一个逢高看空的一个走势的格局 所以我觉得 咋说呢 本周周初的这几天就是从今天开始到周三 这几天的相对来说 我觉得行情可能会相对偏摆盗或者偏波动 偏波动一些 那周三的时候会出现市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情 其实不是周三的是周四的凌晨 周四的凌晨将会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走势 我在这边把这个图形把它摆在这 是所有的这些分享 所以所以本周啊 他的交易的重点 他本周的交易重点还不在之前 不在我们最近的一个之前说 周一周二周三 那周一周二周三我们还要原有的思路去高空 高空去做下来 周三晚间周四凌晨的时候 才是中间最关键的一个一个关键的节点啊 所以在中间我们会看到这些行情啊 从高处往下跌落的这些这些状况 关注一下周三的行情的走势 周三的时候 我想这些是本周最为重要的一个行情 那我也在中间一起来去关注这个行情 每次这个行情发动的时候 我都要求各位同学一起去关注这个行情 那今天我们也好多同学参与了解盘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参与周四凌晨两点钟的观测 那北美地区的同学应该容易一些 我们 中国的同学 包括马来西亚这些这些同学也应该不难啊 因为时间正好是在这个时间段上 就是在12点钟这个时间段上 澳洲同学相对辛苦一些 两点多钟开始 这是我们看到的 欧元啊 我会看到美地区的同学